棒球锦标赛在台北大巨蛋开打 但是却爆出鼠患危机 昨天有发生老鼠咬断转播线路 导致大荧幕荡机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如果场馆内部的仓库堆积太多杂物 没有定期清理的话 就可能会带来鼠患 近期也将会加强大巨蛋周边 餐饮业者的鸡茶抽验频率 2023年棒球亚洲锦标赛10号 在台北大巨蛋举行冠军赛 门票2万多张开卖一分钟内就被抢光 但台北市医院徐书华爆料 大巨蛋地下室转播区面临鼠患危机 老鼠到处乱窜 咬坏转播设备的线材 使得9号日韩大战 所有大一幕全部变黑 冠军战万一转播失败 真的会丢脸丢到全世界 有一些美食区域 所以那个地方大概老鼠就非常非常多 到处跑来跑去 居然都没有人去处理 去洗手间也都有看到 这么严重的事情 然后市政府球已经打了这么多天了 那你们完全都没有处理吗 而远兄方面则是回应 被排到老鼠的区域是地下层 因为亚锦赛期间 开放民众饮食衍生蜀患问题 大巨蛋体育馆内会进行环境消毒 等卫生防治作业 以保障球迷观赛体验 我想说他的态度有点太软 我认为他应该在赢点 对于远兄部分 这么多的祭典还没完成的话 那到底要不要让他正式开幕 对此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大巨蛋出现蜀患 未必是周边餐饮业者的关系 也可能是大巨蛋本身管理的问题 如果餐馆内仓库堆积太多杂物 没有定期清理就可能造成蜀患 最近会请机查人员加强频率 并限期业者改善 如果未改善或者复查不及格 可处六万到两亿元罚还